在乌东盾内刺客炮轰俄军 乌克兰第33独立机械旅 靠的是已经在战场上服役厮杀超过60年的M109L自走炮 意大利在去年4月移交了20门的M109L自走炮援助乌克兰 现在乌军已经打得很顺手 就连在受访期间突然接到坐标指令得攻击 分秒必争装填弹药不到两分钟就能发射 直击乌军炮兵作战 但难的是 俄罗斯的士兵弹药都充足 能够不断切换攻势 猛袭乌军 对内刺客现在并不算是最激烈的交战区 乌克兰多半都是以自走炮搭配无人机来使用 提高作战效率 但是俄罗斯同样也用这招 在巴赫姆特附近的查西夫亚尔 俄军使用无人机紧迫钉人 只要看到乌军车辆或是士兵一移动 很容易就成为目标 乌克兰也得主动出击 而目前在俄罗斯猛攻的东北战线哈尔科夫 更是曾经一天多达50到60枚的炮弹频繁轰炸 但是最近情势逆转 CN报道乌军第三突击率在哈尔科夫前线大有斩获 还活歹不少俄军战俘 这是在挨打将近一个月后才看到乌克兰首度战上风 就是因为能够用西方军援武器打俄罗斯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大战西方开启新的机会 这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连日来炮轰 欧美各国太虚伪了 普京是在访问北韩前夕撂下狠话 而他口中的谈判 乌克兰军队根本不相信 乌克兰还有国际军团在前线效力 另外也攻击俄罗斯后方战略目标 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的橱油槽 空拍画面明显看到有六座橱油槽 左边两座被击中后冒出浓烟 斯文斯基大战策略成功 而在此同时北约还有俄罗斯 同时都透过军演来较劲 美军装甲车开上波兰阿斯特卡海滩 这里由北约出动了9000名的士兵 参加波罗的海年度军演 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舰 则是在贝伦之海演练发射巡逸飞弹 和北约同时都在敏感海域大秀肌肉 TVBS新闻综合播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